孔子,这位被誉为万事诗表的伟大思想家,居然在晚年执意要见一个名叫男子的女子,男子不仅容貌出众,更因其放荡不羁而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面对这样一位风华绝代的女子,孔子不惜留下争议的污点,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 男子为何能如此大胆? 另一位道德楷模愿意低头,订阅历史时宜,带你了解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 在春秋时期的群雄并起中,魏国虽不是最强大的国家,却因一位名叫男子的女子而声名远播,这位来自宋国的公主。 以其倾国倾城的容貌嫁入魏国,成为魏陵宫的夫人,而男子并非只有美貌,她聪明伶俐,善于把握权术,很快就在魏国宫廷中站稳了脚跟。 她的到来,犹如一阵清风,吹散了魏国宫廷的沉闷气氛,也为这个小国带来了新的生机。 男子的美貌如同一把双刃剑,既是她的武器,也是她被飞翼的源头。 宫廷中的流言蜚语不断,有人说她与宋国的公子私通,有人说她操纵国政,但这些传言似乎并未影响男子的地位, 反而让她在魏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她用自己的智慧和手腕,巧妙地化解了这些危机,展现出了一个政治新手的惊人能力。 魏陵宫对这位美艳绝伦的夫人言听计从,朝中大小事务都要过问于她,男子的政治才能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她不仅能与大臣们侃侃而谈国家大事,还能在外交场合展现出高超的手段,渐渐地,她成为了魏国实际上的统治者。 男子的崛起,也标志着魏国政治格局的一次重大变革,她的每一个决策都牵动着整个国家的神经,权力的滋味虽然甜美,却也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男子的强势引起了魏陵宫太子快溃的不满,这位太子对这个后妈心存芥蒂,更对她干预朝政的行为深感不满,两人之间的矛盾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整个魏国的政治局势, 快溃开始暗中策划,试图除掉男子,然而男子的政治智慧不是快溃所能匹敌的,她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快溃的阴谋,还给了这位太子一个深刻的教训,快溃被吓得魂飞魄散,最后不得不逃离魏国,这场较量,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斗争,更是两种政治理念的碰撞。 男子的胜利意味着魏国将走向一条新的道路,这场权力之争,男子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他或许没有意识到,这只是一场持久战的开始,快溃的逃亡,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夺回权力的野心,在古代的政治舞台上,今日的胜利者很可能成为明日的失败者,男子的处境依然危险。 就在魏国朝堂风云变幻之际,一位名叫孔子的思想家带着弟子们来到了魏国,孔子周游列国,希望能找到一位明君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当他听说魏国有位掌握大权的男子夫人时,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他要去拜访男子,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或许只是一次普通的拜访,却在后世引发了无数的争论和猜测,这个决定在孔子的弟子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一向强调礼教的老师会主动去见一个名声不佳的女子,尤其是弟子子路,当场就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这种反应,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参政的普遍看法,也暴露出了儒家思想中对得的严格要求,然而,孔子似乎有自己的考量,他认为,即使是像男子这样有争议的人物,也应该给予表达自我的机会,这次会面成为了后世争论不休的话题。 有人认为,孔子是为了接近魏林宫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也有人说,孔子只是被男子的美名所吸引,无论如何,这次会面都成为了孔子生平中的一个污点,这个污点也成为了后人研究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引发了对儒家思想的更深入思考,魏林宫去世后,男子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他本可以扶持其他公子上位,巩固自己的地位。 但出人意料的是,男子选择了支持宽宽的儿子哲即位,这个决定或许是男子试图缓和与宽宽关系的一种尝试,但最终却成为了他悲剧的开端。 这一选择,展现了男子政治智慧的局限性,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几年后,宽宽卷土重来,他不仅夺回了王位,还把男子逼上绝路,关于男子的结局,史书上只是轻描淡写地记载了被儿子杀死这样简单的一句话。 有人说是,快快亲手杀了男子,为母亲报仇,也有人说,快快为了避免是母的恶名,逼迫男子自尽,这种模糊的记载,也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男子的结局成为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题。 无论真相如何,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女子,最终还是难逃悲惨的命运,她的一生,仿佛就是一部古代宫廷权力斗争的缩影,充满了荣耀与屈辱,辉煌与悲凉,在定宫十三年的时候,魏国大臣公叔叔在朝中清洗男子的党羽,这让男子感到十分恐惧,他敏锐地发现魏林公对于富有的公叔叔也非常不满,便在丈夫跟前说公叔叔的坏话,声称他不久之后就要谋反, 这让魏林公下定决心铲除公叔叔及其党羽,最终公叔叔出逃到鲁国,这让魏国的政坛产生了巨大震动,第二年魏林公为了男子召见宋国美男子宋朝,并与其在逃相会。 当时魏林公世子快溃正在执行出使齐国的任务,在他们一行人路过宋国国境的时候,宋国人朝着他们唱起了既定了楼珠和龟吾爱家这首歌谣,这句歌词的意思是,既然母珠已经得到满足,为什么不把公珠归还给我们,快溃知道这是在讽刺男子不守父道,与宋朝私混,这让他怒不可遏,决定杀死男子,保全魏国的名声, 为此他找到了自己的心腹西阳素,并让他在自己回国拜见男子的时候跟在后面,等自己用眼神示意之后,就立即上前刺死男子。 后来西阳素和快溃一同拜见男子,但西阳素的内心对于要不要杀死男子产生了犹豫,快溃先后三次用眼神示意他都无动于衷,但男子却已经从快溃的异常举动中察觉出了问题,他意识到快溃想要杀死自己, 于是他立即哭着跑出了房间,找到了魏灵公,告诉他快溃想要杀死自己,魏灵公听说后便牵着男子的手走上了高台,快溃看到后知道自己的父亲就要向自己发难,无奈之下他只得逃到宋国避难,在快溃出逃之后,魏灵公在国内就没有笛子了。 因此他在去世前想让庶子公子颖继承国君之位,在魏灵公去世之后,男子找到公子颖,希望他能够遵照魏灵公的意愿即位, 但公子颖却推辞不受,表示快溃的儿子目前还在国内,按照理法制度应该由他来继位,于是男子便听从了他的建议,扶持快溃的儿子者即位,视为魏出宫。 由此可见,相较于其他春秋时代的女性,男子在政治上的野心和能力都是出类拔萃的,这也是男子在当时遭受非议的原因之一, 但男子在当时最有争议的事情,还是其在私生活方面的放纵。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对于男子具体诗迹的记载并不多,但以《猎女传》为主的书籍中,都对男子的私生活提出了批评,认为他是不守父道之人。 这件事最重要的佐证,便是魏灵宫为他召见宋朝一事,宋朝是当时宋国有名的美男子,就连论语中都有不有铸托之宁,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金之事矣的说法,对于宋朝的生平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但对于他和男子的关系却有不少说法,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指出男子在宋国的时候和宋朝有过私情。 这种言论在当时应该也颇为流行,否则在魏灵宫召见宋朝的时候,宋国人也不会写出那样的歌谣,嘲笑魏国公子了,从快溃的反应上来看,他也是默认了这件事情,由此可以看出男子确实曾经有过私生活不检点的问题,但魏灵宫召见宋朝是不是为了让男子和老乡好见面,学者们提出了新的观点。 有人指出魏灵宫和男子在婚后十分恩爱。 在出行的时候,两人也违反理法余术,共乘一车,还为了妻子赶走了世子快溃,从两人的感情推测。 魏灵宫估计不希望看到男子与情人再次优惠,那么魏灵宫召见宋朝的原因就比较耐人寻味了。 笔者认为魏灵宫召见宋朝很有可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因为此前魏灵宫就曾经在魏国有过男宠谜子侠, 称与《断秀分桃》中的分桃就是魏灵宫和弥子侠之间的故事。 据说当时魏灵宫对于弥子侠十分宠爱,一次弥子侠的母亲深夜突发身体不适。 弥子侠便狡诏使用了弥灵宫的马车赶回家中,按照律法弥子侠理应被处以月刑, 但魏灵宫却说弥子侠这是为了尽孝道,最终免去了他的责罚,之后两人还曾一同到桃园中游玩, 弥子侠吃到了一个很甜的桃子,便将自己咬过的送给魏灵宫品尝, 魏灵宫还感慨说弥子侠十分爱自己,甚至忘记了自己已经吃过这个桃子了, 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弥子侠的美貌不在, 弥灵宫对他的态度也逐渐冷淡起来, 最后在弥子侠再次犯错后甚至直接翻起了旧账。 弥灵宫表示弥子侠之前偷到自己的车, 以及为自己他吃过的桃子都是大错, 应该对弥子侠施以更重的责罚,在弥子侠老去之后, 笔者认为魏灵宫可能还在物色心的难处, 而宋朝作为当时知名的美男子自然引起了魏灵宫的兴趣, 但他又没有什么名头召见宋朝, 只能搬出妻子与宋朝的旧情来做文章, 如果他真的是为了男子召见宋朝的话, 他又何必亲自赶赴陶地呢? 因此男子可能并没有史书中记载的那么放荡, 与宋朝相会仪式中,他恐怕成为了魏灵宫的挡箭牌。 以上关于男子的故事都是左传中的记载, 但男子最著名的故事却是左传中没有提及的与孔子会面仪式, 由于孔子一生品行端正, 因此他和名声不佳的男子见面就成了如生心中的污点, 很多人都不愿意提及此事, 在论语中还记载了子路对孔子败见男子仪式的反感, 这甚至逼得孔子对天发誓,表示自己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就让上天惩罚自己。 有人从子路的厌恶态度中猜测孔子和男子发生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 但笔者并不这么认为。 首先,男子召见孔子的时候, 是明确说明自己见孔子是为了帮助他日后与魏灵宫会面, 因此该场合颇为正式, 在《史记》中还记载了男子和孔子彼此行礼的细节, 由此可见这是一次正式的会晤, 而子路对于孔子的反感可能来自于他对孔子动机的猜测, 子路当时可能觉得孔子是希望通过与男子拉近关系来为自己谋得一官半职。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 男子在魏国不但有自己的党羽, 而且在任命国君这种大事上都有发言权, 这足以看出男子的政治地位, 因此子路怀疑孔子应邀赴约是放弃了君子的操守来换取仕途发展, 因此子路的态度并不能说明孔子和男子之间, 有任何语举之事发生, 既然男子和孔子之间没有任何私情, 那么弄清楚男子召见孔子的原因就是问题的关键了。 在笔者看来, 男子召见孔子的原因是他希望这位文明天下的大圣人能够解答自己心中的疑惑。 作为一名有着独立思想和政治抱负的独立女性, 男子的行为方式和当时的女子是颇为不同的, 这种孤独的处境难免会让男子背负上一定的心理压力, 再加上彼时天下人对他的私生活也有颇多非议, 他一定希望从孔子这里找到应对这一切的答案, 但孔子在去到魏国的时候是抱着在这里大展身手, 实现政治报复的目的的, 而且孔子对于女性的了解和研究不多, 为小人与女子男养也一句也能看出孔子对女性视角和女性思维的漠视。 因此,孔子显然不能回答男子的问题, 他们两人的对话内容也就成了永久的秘密, 男子的故事也成为了后世研究古代女性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案例, 引发了人们对性别、权力和政治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 男子和孔子的这段历史插曲, 在后世引发了无数争议和讨论, 有人批评孔子不该去见一个声名狼藉的女子, 认为这有损圣人形象, 也有人为孔子辩护, 认为它是在践行人者爱人的理念, 给予每个人表达自我的机会, 这场争论不仅仅是关于孔子个人品德的讨论, 更折射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道德、权力和性别的复杂态度, 男子的故事也引发了人们对古代女性地位的思考, 在那个男权社会中, 一个女人要掌握权力, 究竟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这个问题, 即使在今天看来, 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男子与孔子的故事折射出春秋时代的权力角逐与人性挣扎, 男子以美貌智慧在男权社会中崛起, 却最终陷入权力漩涡, 孔子的一次拜访引发千古争议, 展现了圣人的凡人一面, 这段历史揭示了古代女性在政坛上的艰难处境, 也让我们思考权力的本质, 它不仅是一个关于美人与圣贤的传奇, 更是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洞察。